《论语》中记载了孔夫子孔幽的一句说话 不患无畏,患所已立 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 这句说话可以分开上下两节去理解 前面那半节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在意自己有没有功名 有没有权力,或者有没有一个名为 我们应该要害怕的是什么呢 应该担忧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有没有这样的品德去占据这些位置 然后去发挥自己所长 而后面那半节就是我们不需要 好像诸葛亮所说 不求文达于诸侯 即是我们不需要为天下文 知道我们的名声 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 害怕我们本身没有一些 值得人家清重的能力,或者是品性 这两句说话结合一起去考虑 放在几千年后的今天 我觉得是尤其有意思的 特别是香港一个所谓 竞争压力这么大的社会 很多的孩子不是在他们的起跑线上 在他们还未面对他们的人生种种挑战的时候 父母已经为他们的将来有很多的设想 有很多的负担 我们将来究竟是从事什么行业 我们的月入有多少 甚至我们的伴侣是什么对象 或者整个社会如何去看我们 其实在几千年前 无论是孔夫子也好 还是诸葛孔明也好 这两位孔先生都给了这个智慧我们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自内而外去发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品性 我们有这样的性情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用一句很通俗广东人的说话 所谓有舍就自然香 不需要害怕自己的名位 权力是否达到自己的理想 我们要担心的是 我们自己内在有没有这样的性情 有没有这样的品质